就是你要在这个剧组里面去接触很多人 那在接触很多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父亲给我的东西也有关系 就是他也是让就是说让就是说希望大家都是很平和的 就是很融洽的就是在就是在一块去度过一段时间的 就包括从小他就跟我们说叫什么家和万事兴啊 家和万事兴啊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一个一个观念 你累吗 我不累 你知道我很想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看你像我也是有这个社交恐惧症啊 就不太像是吧 但是呢是我我有我能理解他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朋友在一起了 我就觉得呢要是有个像马爷这样的能让大家开心 我就歇着了 但要是没有个马爷这样的 我也是觉得我得耍耍宝让大家开心 我也会 但是那个给我的感觉啊 好像主持节目 就是真的就是说众人散去 我自己在家里还是郁闷 你呢 我们都走了 就剩你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倒不郁闷 就是因为我觉得能够 因为我也不去接触太多陌生人 对 然后我能接触的其实都是我相处很长时间的朋友 对 所以就几乎郁闷这件事是没有 但是比如说平常我 我一个人我要是不拍戏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无聊 对因为比如说我我我看看电影也好 看剧也好看什么也好 这总有不想看的时候 那我又不是一个好读书的人 但是呢我家买很多书 很多书 我坐在沙发旁边全是书 看见他们就高兴 对 看着我就觉得我读了 大部分读书人都是这样的 书不是都读的 书越多的人读的就相对越少 是吗 那当然不是 那好我们家书家的书多了 比这乌子 那不可能都读 书是一部分是精神支柱 另外还有的时候呢 你会突然觉得这本书有用的 所以我抽一来看看 读书都很多种 有精读和粗读 还有就是打开就算读了 翻开看两页 绝没进 也算读了 我问你 你比如说你演这个林徽因 你应该是研究过这个人物 会不会就是有这么一些女性啊 好像就是自带向心力 你比如说王菲也有点这个 就是你就觉得好像有一帮朋友 就是愿意被他所吸引 或者是甚至于 你看他这个书里还写 我注意到有段话写的挺有意思 就是在你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往往都是一些严肃 精明 甚至是比较理性的人 但是好像他们都愿意呢 就保护他 就是你再怎么胡天胡地 对吧 周围这圈朋友 好像就很自觉的 他是不是长相很有欺骗性啊 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我真的简单 对 他对我同意 就是你欺骗不了多少人 现在全人精 而且现在刚才他讲啊 就是这个大部分人 现在都愿意跟比较熟的人 就有相当长一段认知以后 才愿意在一起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说话不自在 你认为你说话自在吗 你不自在 尤其 拔个心眼呢 一有生人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而且有些经过 假装啊 是随意说的 其实是一个深思熟虑 说出来的话吧 一旦被记录下来 咱们现在最可怕的是记录 咱们现在讲的这个话 就记录了 可能一百年 人就都能倒出来 听你刚才说什么了 那么这个被记录下来的话呢 他是在特定环境中说的 如果他把 现在有个东西叫剪辑 很可怕 我最近就老被剪辑 就是我不做那脱口秀吗 一般都是一个钟头 拨出去了 都几年前的事 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事 他把那个 我那个话说出来以后呢 他给你有高手 给你 修一修 给你剪 把那一小时剪成五分钟以后呢 你扔上去 好像是我对这件事的发音 对了 完全不是 那以后说话就得 特谨慎了 你得考虑 你说完话以后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话就没法说 所以现在一有生人 尤其现在我最怕的是 人哪个手机对着我 对着我 我顿时就不能说 没错 对不对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句话 会安在哪 安在一个根本就不相关的事情上 所以甚至 我觉得我们朋友 都有闹那个神经病的了 就是说呢 他觉得他要说什么 其实我说 您没那么重要吧 他说我要跟你们讲个事 手机能不能先放厨房里 他其实有点神经质了 谁窃听你 但是他会觉得 有这么个东西在这 不安全 就会被记录 其实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知道 这个我都碰见好几回了 你知道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 人是会变的 但是呢 证据不变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网上的这种标题党 他为什么特坑人 就坑在这了 好比说 二十年前 我们做的节目 那是那个时候的环境 对 那个时候的因果 对吧 好 跨叉给你拿下来 然后说近日 他对什么什么问题 发表了这个看法 你看他现在说的 这事你防 你防得了吗 防不住 防不住 所以我觉得过去像 有些这个知识分子 比较喜欢整人的 就往往收集证据 收集你二十年前 说亚东你看二十年前 他亲口说的 我一直觉得 这事不太逻辑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人当然有可能改变 我十年前的我 和十年后的我 想法不一样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 肯定是会变的 对 你看你也变得挺的 我变得挺的 对 因为你说说 我是怎么变了 我觉得我们认识 好久了 我觉得你现在变得 照黄爵讲话呀 他的分析 可能不一定对啊 他说呢 这个慢慢的呢 他还又露出 那个江南女子的那一面 就说越来越 家长里短了 现在周迅 到哪玩呢 父母亲一定要在 旁边 心里觉得安心 到哪去旅游 一定要带着 爸爸妈妈一块去 而且呢 好像是更在意 身边人的感受了 对 你是不是觉得 你有这个变化 对 因为我其实 就是当然小时候 自己不知道了 但是后来有几次 我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 我在看那时候 他们给我拍的照片啊 或者是后来 比如说老黄啊 就黄爵跟我说的 那些东西啊 就我觉得自己 哎呀 怎么会这个样子 就比如说 我跟老黄打电话 如果我心情不好 我就会给他打一夜电话 我也就是可能喝醉了 我就觉得 我怎么这样 你知道 但是其实心里边 我是不想朋友这样的 对 你是不想朋友对你这样 不是 我不想朋友去 就是去遭我那个罪 那可是如果 他遇到什么情况 打给你 你要听吗 我听啊 但是他 所以他就是爷们吗 爷们 对 但是他几乎不会 就是 所以你理解 他不会跟我吐那个 我理解性格的不同 就是我 比如我 我永远不会给别人打电话 倾诉什么 永远不会 但是我也永远不要听 任何朋友给我打电话 跟我倾诉什么 就是 因为我从来不给别人打 也就不会有人给我打 那这其实是个性 这个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你知道 他说这个让我想起啊 就是 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就是 一个老画家啊 他常常常年在英国生活啊 他一般在 我跟他们讲 就说我母亲的病情啊 我在家里怎么怎么着 这不是跟好朋友在讲吗 哎 完了之后 他就跟我讲 我觉得挺学这个教养的哈 他就说 就说这个场合啊 你一般自己母亲的这个事情啊 最好不要跟大家讲 我说这不是朋友才这么讲吗 他说你这样讲呢 别人会有一个负担 他就跟我讲 是不是老外就会觉得这样 就说你掏心掏肺 把你的这个跟我讲了 会不会给我构成一种压力 压力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 凭什么我们要听你这个呢 对吧 哎 你看他是另一套这个鬼犯 对 哎 可是我又觉得 我们朋友之间好像不过这个 就是有点这个 家人一样的 或者就是还是说 这个中国人有点不拿自己当外人 就是对吧 就觉得 而且尤其是他 我就老 你虽然有家 但是给我的感觉 他老像是个这个四海为家 或者说无家可归的 那么个孩子 他长得这个 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他在鬼外 我不是说你出轨啊 就是他在 他在我们一般的朋友交往之道的 这个 鬼外 你就好比就是说 我就说 你让他 其实了解他的人就知道 也算宝静沧桑了 但是他永远这个脸像孩童一样 然后呢 你看见他这个孩童一样的脸呢 你又觉得他经的那些都不是沧桑 所以这种人 他很少见到 你觉不觉得在朋友圈里 就变成大家觉得 哎呀 小薰呀是有什么招呼 或者打个电话 那那那都得宠着他 哎 你说这 这玩意 咱这老仓头能活在这份上吗 他无非就俩事儿嘛 一个是倾诉 一个是倾听 是吧 就这俩事 亚东刚才说我在想 他说他从来不会向人说 我也从来不会 我从来没有任何事情 不是靠我自个儿想通的 那么我能不能听 我跟他有一点不同 我能听 你们谁来跟我倾诉 我愿意听 但呢他有个度啊 要你那个倾诉一夜 我肯定走不了 一小时为戒 过去 现在不行 现在电话打不了一小时 现在电话十分钟就扛不住 现在你打长电话吗 现在打包电话周的人 越来越少 现在对 现在很少 对 不想过去 过去因为你没有微信 没有这些这个短信功能 发个语音 过去都没有 你只能靠打电话 过去包电话中 在很多影视剧镜头里 都是一出戏 这电话架子这儿 还做着饭干什么 是不是 现在没有什么人 给你打电话 我电话根本就没声 我现在手机永远是静音的 那过去的人呢 朋友之间 该倾诉的日子 早过去了 就像他们年轻 才有各种问题 我们现在能有什么问题 我这岁数 谁跟我谈感情问题 那个让我说 就一句话就给毙了 你现在是问题少了 还是问题多了 比年轻时候 肯定是少了 需要倾诉的时间也少了 对 他现在也不会花几小时 跟人倾诉了 对 不是 他也有一样 我发现 你倾诉的对象 也有一个让我们挺自卑 基本都是帅哥 我承认我外貌协会 但是我就是 就是每个人认定的帅和美 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再帅再美 他要是没有这种 我觉得就是还是性格美丽 我是在哪看见过一点 就是说俩男孩子挺帅的 走在街上 然后突然有一个瘦小的小女孩 登登登 跑到他们前面 好像叫自己后来的女伴 你们快点 你们快点 其实是在干嘛呢 其实是 你知道那时候就是 小时候就是玩的一个 现在叫套路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读舞蹈学校的时候 就是也是会 就是看到这个背影挺帅的 我们就会跑到前面 其实是想看前面帅不帅 对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后面有三个女孩 我还有两个同学 对 然后那时候是北京 对 刚来北京没多久 对 然后那个 就前面一个老黄 穿 就那个时候还是那种 就跳舞的男孩嘛 穿破牛带裤 对 然后还有她一个同学 那就觉得 这俩背影这么帅啊 对 然后他们俩就说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然后我就跑到前面看一看 上来的就是说明不错 你别看她像个孩童一样的脸 我觉得她见证一个时代 真的 其实就是说 今天的可能你的年轻粉丝 未必了解你的这个来处 就是实际上呢 就跟咱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年代 那么一路玩过来的 我对她有那么一种亲切感 而且呢 你看她出这本书啊 好多这个导演呢 曹宝平也好啊 还有楼叶也好啊 甚至是许安华也好啊 我发现他们写的都有一点 怎么说呢 对于今天拍电影的这种 非常专业化上规模的方式啊 那种有点埋怨 甚至是对于早年 就是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呢 就是一些年轻男女 我们在一起 白天拍戏 可能晚上去酒吧喝酒 可能这个戏 一部戏 没准几万块钱 就能拍一部 但是那不重要 重要的好像 你可以说它是个电影 也确实出了一些好作品 对吧 但是好像留给当年的参与者 心里更多的 是一个 哎呦 那样的一段这个生命啊 就是你说是挥霍也好啊 你说是玩也好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小时候 我拍戏就是 其实刚开始还是比较 因为我小时候 电影院长大的 其实那时候还聊起来 我说我没有读过电影学院 或者是什么 但是其实后来一想 我错了 其实比如说 我在电影院长大 我看的那些演员的戏 其实他们都是科班出身 等于是 就间隔了一个萤幕 等于我被 被教了嘛 那 那刚开始确实是因为 因为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 那个年代 女演员胖和不胖 就根本不是要说的一件事 根本不属于在讨论范围 就是你是多胖啊 或者是你的那个 就是有 那不是一个讨论范围 但是现在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讨论范围 对 但是那个时候 你唯一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你的专业弄好 对 所以我刚开始 就是说碰到少洪导演 是非常幸运的 他就跟我说 你什么都不要管 就所以就是说 你就好好演戏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是种下了这个种子 而且在我小时候 我达到了 不是说我达到演戏水平 有多高啊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比如说我脑子里的 不管是肾上腺素也好 我的肌肉记忆也好 我的脑子记忆也好 就我知道 那个戏到那儿的那个舒服感 有自我感觉 自我感觉 这个是别人很难体会到 他自己知道这个行不行 对对对 然后如果我现在就是拍戏 如果我现在不到那儿 我就过不去 有自我感觉 而且常年累积 跟不同的导演 他有更多的叠加 就是说可能我的肌肉的记忆 或者是我脑子里面的 那个情绪记忆点 可能越来越深 越来越浓 近一些年 我觉得就是时代就是变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快的时代 大家没有人 像我们过去看一个戏 可以那么多人同时看一部戏 现在基本上都很少 大家都很短暂去找一些点 都在找那个点 如果你没有那个 他就很难接受 听歌也一样 就是选择多 我觉得不珍惜 像过去比如说 就是我跟马老师前两天还说 过去我们去买一个 比如夏天想吃冰果 只有一种 你现在去打开 我要吃一个 你要选择 就是很多时候你会说 我懒得选择 随便拿一个就算了 所以他并不是 也吃起来也不会那么珍惜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么多歌 那么多戏 所以人们关注的点 确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 确实对 比如说真正喜爱表演的 像他这种 有可能 人们会忽略掉 他刚才说 自己认为很舒服的那个点 而去关注 你可能根本不在意的东西 就比如我写一个歌 好吧 我说我那个歌有一个很好的点 在一分半的时候 可是前二十分钟已经被人关掉 就是会这样 对 人们都很快很快 这怎么办呢 简单的说 就是高标准是需要 全民族的这种素质提高 素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命题 就各个素质 我们今天不能说 今天的孩子的文化素质不高 他们学的东西 比我们小时候要学的多得多 他们接收的信息 信息量是巨大的 但是有一点 他刚才说 他反复用了一个词是记忆 这个记忆呢 记忆是一个 不是一个刻意的记忆 是一个下意识的 你就是感觉到了这个记忆 到达的那个点的时候 你自我感觉是舒服的 你就舒服了 对 你自己就彻底明白 这过了 这条过了 有时候你差一点的时候 即便导演说行了 你都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来一下 要不再来一下 你看没有 这种记忆 包括他做音乐 音乐这东西啊 就所有跟艺术相关的东西呢 他所有的界是模糊的 他说的那个点 知道他自己明白 别人都找不着 别人 除非特别敏感的时候 这块好 那这是专家 这种专家 就是一百个人也没一个 一万个人也没准有一个 对不对 这个很少 所以我老说一句话 做事 本身就不是给不明白人做 给明白人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来了一万个人 看了你这东西 里头就一个明白人 这人明白 把这事说出来 这就够了 剩下的人全是看热闹的 看热闹的就好像意味着 进入了一个看人的时代 过去是吃鸡蛋的 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 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看鸡了 下蛋的这个鸡 就是说他这个人 而且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戏外的人 跟戏里的人呢 越来越有点分不开 他说这样 我刚才话没说完 我必须得说完 我不说完底下都有人骂我 对吧 我刚才说那一个专家 都记录了 对一万个人 有一个专家明白 是对他一个创作者而言 对他一个表演者而言 但剩下9999个人 是怎么判断这事呢 他是凭他天生 对全体事物的感觉 去判断这个事 所以他会认为 这个人演得好不好 这曲子好不好听 你问他这曲子 为什么好听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音乐 发生的背景 和每一个音符的来源 他不清楚 他的表演中 他内心的那些感受 倒没倒这些记忆 他也不知道 但是所有人 就公众 老百姓 他会有一个心目中 趋于一致的感觉 所谓趋于一致 就是大家都公认的 整个这片子 谁演的最好 这个测试率 一般的 如果说这个戏红了 90%的人 都会判断是趋于一致的 对吧 所以你才有了 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收视率 一个戏下来 我刚才就想他 他演东西 我确实电视剧 看得太少 电视也看得少 游一转 红高粱 不是 那个不说 就说最早的大名公词 我现在能想到 他当时出来以后 走到那天 那个逛街 因为我跟少洪导演 还算熟 然后他跟我说 然后他就跟我讲 当时拍戏的一种感觉 我看过这些镜头 我现在能回想起来 一个人看过这么多 海量的这个视频 你能想起几个镜头 就已经很不得了了 一开头 一开头 其实我对这个小迅 这个演技是有误解的 我就误解什么呢 就别人老说 他眼睛里有故事 你说吧 说他眼睛里有故事 但是呢 你知道佛教里 有一个词很深奥 我只是借用过来 叫空性 我经常是觉得 他的眼睛里 你觉得他有故事 实际上是因为 他眼睛里有一种空性 有一种空无性 那么他是 就是空的 就是说他的很多 动人的效果呀 是我们在观众 在脑子里 看到他的眼睛 看到他的脸 给他补足的 就有点像国画里 讲这个留白 你看他跟那种 就是说一般我们认为的 好像老戏骨的那种 不太一样 老戏骨 你真是觉得满脸都是戏 我觉得很多时候 周迅的脸呢 他不管放在什么戏里 就好像像我们周围的朋友 也喜欢宠你一样 就是 哎呀 就觉得 这就是他演的这个角色 我就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为你补足了那种 情绪 这是我原来的理解 可是后来呢 我发现呢 他真是挺狠的 你比如他拍那个 李敏的猜想 我那天看见一照片 说他演这个司机 不是要他门给挤一下吗 他说那我得挤一下 扛一下 挤过了头了是吧 就把整个一条胳膊 就包扎起来 他就是 所以他们就竟然就是说 你每次演完戏之后 就是消耗特别大 甚至就是说 有一回说他什么 比如跟朋友聊一个什么事 哇 就崩溃了 就哭了 一边哭还一边说的 我要记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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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这个可能是比较 就是 这个我要记住这个 我要记住这个 也是过程当中的 因为有些时候 因为我不可能 像我在那个时候 我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 对吧 我只能是有一些去 比如说朋友的事情 或者是我看电影 我有一种同理性 对 那我生活里面 只要有那种强情绪 或者是我在街上 看到一个什么 就是我再痛苦 我都会有一个声音说 记住啊 到时候要用啊 就是那种 就是比较理性的一个 那你演戏的时候 比如说你真的要 让自己找到那个痛点 才能那样哭 是真的哭 不是技术的 技术的比较少 比较少 就是你说完全没有 就是也不是 就是比如说 我有过两次 就是说我有一次失恋 然后还有一次 我外婆走了 我当下都没有哭 我当下一个是 都被电影留下了是吗 对 我当下就是 就是一个被 被吓到 就是我完全不相信 这件事 对 然后我用在了 红高亮里边 就是看我妈上电 我完全不相信 这个事 对 然后到最后 就是到后来 回过来 我才 我才开始 娘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我外婆走 我也没有 我到一年之后 我去拍背 就是中医有一个拍背 不知道拍到我哪儿 我外婆的这个脸就出来 我就哇就哭出来了 哎呦 他说这有点意思 对所以那个就是 你可能有些情绪 它不是那种当下反应 所以我就很想破有一些东西是 你不要常规性的说 我失恋了就是嚎啕大哭 我看我一个亲人走了 我就是 就当然有那样子的 但是也有像我这样子的 是被吓到 就是这种 不可能 就是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 哎亚东 你的情感能封存吗 当时封存吗 这种确实是这样的 我也是亲人走的时候 我奶奶 其实那也是 全家人都在看我 因为我是她最疼爱的 长孙嘛 所以所有人都在看我 可是我就是哭不出来 所有人都觉得 好尴尬 就是最疼爱的 这个她竟然不哭 可是我就是哭不出来 有的时候人是 是我特别理解她说的 而且我刚才听 听你说的这些 我觉得她真的是在那个 不自在的那个地方 找到了她特别自在的 这话说的 真的 你想她一直都是在 找那个别扭的 有的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听她聊天 就很开心 不需要她 比如说你一个人 是不是自在的 我可以在任何时候 找到那个感觉 就蛮好的 对 我还挺羡慕你这样 你觉得你平常在生活里 追求强烈的情感体验吗 我不是刻意 我觉得有些时候电影 我有一阵子我还觉得 就你不能老说那美好的 就是说 包括童话故事也是 就你 就包括我父母 他们也都是 就在一块儿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就觉得 男女消除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开始的时候都没想到结果 就是你开始肯定是要往结果去吧 就是一个常规的 你要结婚 你要有孩子啊什么的 你往那个常规去嘛 那有时候我小时候看的 就是电影都是 都是幸福的生活在一块了 那我就一直认为 就是幸福的生活在一块了嘛 可是 可是 真实生活不是这样 这都是你慢慢长大 你慢慢去经历 你才发现不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像我父母这样子 就算我父母那一辈 也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那而且就是像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接触的东西 你还有被打扰的东西 是非常多的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人是会变的 它那个变化不是说你往坏了变 或者是往哪变 它就是想法会变嘛 因为是这个 你刚才说这个变的问题啊 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现在我们社会变得快 他上一代人的社会变得慢 所以呢 社会干扰因素少 现在社会干扰因素太多 有时候你还会被一个强大的舆论干扰 这个尤其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这个事很麻烦 就本来是个私事 然后公众的舆论一进来呢 你就会被公众干扰 那你还有你生活中的 就是一般性的判断 和这种理性的判断 我们所谓一般性的判断 都是叫下意识的 比如说明晚上吃饭不吃饭 我过去都不问这个吃饭 有时间去呗 吃饭呗 对吧 现在我一定要问 都有谁啊 为什么 他确实你被人整过 就是你突然跑去吃一无聊的饭 旁边那人都个个怀有目的 然后你又不是一个傻子 你就会感受到 你会被别人去 不能说利用啊 利用算你有价值 就你会被人使用 这可以吧 对吧 这就有点没劲了 那现在呢 有时候就觉得 真的是不想去 就不愿意去应酬嘛 我刚才在想 就是说 年轻为什么愿意接触人 我谁写的诗啊 唐诗好像韩玉 少年乐心之 暮年思故有 这说得很明白 我年少的时候 我就愿意天天 结识新朋友 恨不得这一屋的人 都不认得太高兴了 尤其在看 在有几个漂亮女孩 那就更高兴了吧 现在 跟你说一事啊 就先说自个儿有多丢人 我们在那策划节目 远远的有个女孩 好漂亮 有个女孩 想得想办法 跟她要过去早就说话了 现在还得绷着点 一会儿上厕所 筋齿 筋齿绷着 就问那女孩 我说你哪儿的呀 什么的 什么的 先聊两句 你教什么呀 那女孩一句话 就把我给弄死了 那女孩说 马老师 你都问我三回 可见我就没把人家当事 然后我回来就反省自己 我过去要看一漂亮女孩 我要问完人名字 我电话号码 我都得记得死死的 那时候还没手机记 我都记脑子里 我居然问了人三回 我就跟头一回问似的 我还弄得很正经 弄得很正经的样子 让人说你都问我三回了 当时我都不知道 是您忘了吗 就是忘了 我根本 就是我每次看见都 都跟第一回看见一样 可见我就不在意这事了 过去不是 过去这屋子里 人海茫茫看那漂亮的眼 就看见了 马上就记住了